这个夏天的热搜果然都是姐姐们的 不过在一堆姐姐的热搜里 刘涛或许是最不务正业的存在 刘涛以花名刘一刀入至阿里 刘涛四小时首播1.48亿营收 直追李佳琪 刘涛以2.2亿创明星带货最佳记录 明星跨界主播的势头已有一年多 期间翻车和波澜不起的案例比比皆是 从演员跨界主播从被质疑到评创记录 刘涛却只花了两个月 今天是她42岁的生日 今天是她出道20周年 其实细细回顾她的出道历程 你会发现 其实刘涛从没有变 一直都是我们喜爱的国民贤妻 只是不同时期的她 都在努力为贤妻一词 做出不同定义 这两个月 热搜里的刘涛又火又忙 先是在5月9号 以花名刘一刀入职阿里 许多人都在猜疑 这或许又是明星和企业间的一场炒作 没过几天 却传出刘涛首次直播 还因观看人数超过她立下的2000万目标 她当场表演倒立 更令人惊讶的是 此次首播她创下了1.48亿的佳绩 直逼李佳琪 直播间里的她和其他主播并无两样 对产品了若执掌 口播文爱熟练 整场逻辑清晰 还特别接地气 穿着简单白衬衫 妆容简单 活力碎射 如同林家姐姐一样 简单热情地对你安利 她最近发现的宝藏产品 推荐小龙虾时会提醒你 产品的日期是最新鲜的 汤汁记得留着煮面 因为超好吃 遇到围观不下单的尴尬情况 旁边的小助理嚷嚷踢人 刘涛却连忙制止道 来者时刻只能说请人 不能用踢人 也正是在如此细心和严谨的自我高要求下 刘涛的每场直播都能营收破亿 甚至在6月6号的那场直播里 创下了明星带货的最佳成绩 2.2亿 社会尼涛姐人狠话不多 向来只有她想做的就没有她做不成的 但也因为她的看似轻松 让不少看客都误以为这成绩或是她明星效应 所带来的 直到她在微博自爆入职阿里后 几乎每天失眠到天亮 为了演活这个全新的角色 她每天顶着巨大的压力 得不留余力地去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准备 毕竟跨界是大胆长心 但20年的国民演员老招牌 绝不能砸 所以此次入职 她主动以商业策划合伙人的身份 担起整个项目的把控 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却也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从后端选品到直播文案 以及产品介绍的排序逻辑 全程亲自把控 所以在每次直播最后 她才能硬气地对观众说 你们还想要什么 给我说我去砍价 花名留一刀 也许早就预示着 她的目的和决心 认真对自己负责 也对他人负责的刘涛 真的很难不令人喜爱 刘涛这股天然而强烈的责任感 还有拼劲很劲 或许和她曾经是军人的履历 有关 年少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 造就了刘涛自强赶闯的性格 15岁时 优秀的她有幸被选入 南京军区集团军文工团 当起了文艺兵 第一次离家 年幼的她并未表现出不适与难过 甚至适应了当兵的生活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六点集合 长跑三公里 挑水 种菜 喂猪 都是小事 军事训练之余 她还得学习舞台表演 小品 相声 舞蹈 歌唱 表演者该学的功课 她一个都没落下 军律经历也将原本就独立自强的刘涛 磨出坚染自律的品格 让日后在面对大风大浪 各种困难挑战时 她总能从容面对 也全力做到最好 军人的经历除了教会她 做事得拼和狠 更教会了她 所有的选择都是神圣的 尤其是婚姻 早在结婚前 她就说了 这辈子只有结婚 没有离婚 妻子的角色 在刘涛看来 从不是坐享其成 而是同甘共苦 进退共守 刘涛和丈夫王柯 也是一见钟情 再见清心 王柯花费四百万 给刘涛盛大而梦幻的婚礼 即便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下决心做好妻子角色的刘涛 在婚礼上仍旧宣布隐退 计划全身心的降服教子 奈何王子和公主的童话 却在隔年就幻灭了 王柯生意失败 从身价几十亿 到负债上亿 还患了抑郁症 一度想轻生 是刘涛快速收拾状态复出 拍了五年戏 十八部电视剧 还清了债务 用行动证明了 他许下的诺言 这婚只要结了 就不会离 莫管他人如何嘲讽看待 自始至终 刘涛都在努力 担起贤妻的责任 在家相夫教子 也是贤妻 在外当起家人的后盾 都是对婚姻认真负责 即使至今 王柯的生意 都未能回到 鼎盛时期的状态 家里的经济来源 或大多是刘涛在撑着 但两人的感情 从未改变 刘涛在接受采访时 自立行间 仍旧是对丈夫的 爱意和敬佩 王柯也说 是刘涛将她 从深渊里拉回 得先妻者 幸福如她 这便是国民演员刘涛 演得了纯情阿珠 撒爽霓凤郡主 也办得了霸气安迪 还有反派迷书 能屈能伸 也能正 已能邪 她说 其实丈夫破产 她付出拍戏的那段时间 她开始在不同的角色里 找到了她的无限可能 例如安迪教会了她 人生就得事实霸道刚硬 米叔教会了她 演员从不该 拘泥于固化的形式 所以 未等他人的不断定义 刘涛就自行打破 再重塑 在她看来 跨界综艺 主持 甚至跨界主播 体验不同的人生 接受不同的挑战 掩回不同的人生角色 才是对自己人生的 真正负责 年过不惑的刘涛 在最近的直播室里 呈现出了 逆龄的青春活力 以及成熟女性的 性感美丽 没有事故荣华 只有真诚直率 没有咄咄逼人 只有睿智和煦 有网友说 比起20岁的虞书欣 30岁的张雨琪 我更想成为 40岁的刘涛 隔壁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让我们不再害怕 年龄和老去 但42岁的刘涛 让我们坚信 只要我们愿意 就可以永远 热血战斗 也永远年轻 人生很长 成年人的世界 也并不可怕 只要攒够勇气 去努力 我们就能一直 蓬勃向上 活出 无限生机 如同漂亮姐姐 刘涛一样 即便历经千番 归来 依旧新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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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